女星手麻 暈眩男姐 竟靠婦產科抓出原因 小的時候 吃了各式各樣的減肥藥一餐 可能要吞到二三十顆 所以我後來長大 也常常會有 手麻跟暈眩的問題 看那個神經內科 都正常 就因為找不到原因 我吞一下沒其離子 也正常 我同學你鞋肉 這個沒看 那我怎麼會醫生找到問題的 沒有 真的沒有 今晚時間 東森綜合32頻道 醫師好辣 醫生好辣